今天上午淡水地震事务所利用这一次三支习板里的关怀据点 办理今年第一次的下乡服务 里长说能够有下乡服务也让你们不用再远到淡水去办土地转移等相当复杂的事情 非常方便 今天上午在三支区习板里举办的关怀据点活动 淡水地震事务所也利用这一次的据点 办理今年首次的下乡服务 而地震事务所表示这一次的下乡服务主要是考量到三支地区 有许多的民众交通不方便 才会与区公所还有礼办公室来合作 来办理这一次的下乡服务 大概以民众的需求来讲的话 大概针对地震的咨询服务 也比如说相关的可能土地登记方面的问题 测量的问题等等 这些算是比较针对偏乡的部分 他们比较有这样子的需求 那如果需求有来做询问的时候 有相关需要行领相关的藤本的话 也可以一并在我们580地震小站这边现场 就可以申请到您所需要的地基藤本 其实这一次的下乡服务内容 多半需要让民众来申请地基藤本 地价测量 还有咨询土地等相关事宜 而里长也说能够有下乡服务 也让里民不用在远道淡水去办理土地转移 等较复杂的事项相当方便 李长说虽然在三支市区有地震事务所的分锁 不过这个分锁只能够申请较简单的业务 若是要询问土地基层手续等等 都要跑到淡水去办理 而这一次地震事务所下乡 除了提供许多的申请服务 也特别讲解地震相关事项 而未来还会针对偏乡多半机场下乡服务 来方便民众 记者时段一三支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